就是亚当夏娃被创造出来的时候 神特别交代给亚当 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你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代表我治理这一地 他要管理这边所有的东西 帮这些动物取名字 老虎来 他就说你叫老虎 好 下一位 豹来了他就说豹 然后豹就说 他说走 在最还没有进来之前 亚当是一个一心一意 完成上帝给他使命的那个人 他每一天在想的 就是怎么样完成上帝 叫他做了治理 神本来最精心的计划 是我们满脑子充满了 是祂的计划 祂的意念 祂的呼召 祂给我们的难 今年在一月的最后一周 我就继续地分享 上一周的这个主题 就是你有什么 是别人没有的 这个主题 我们一起来看 提摩太后书一章 好不好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 六到十二节 六到十二节 提摩太后书一章的 六到十二节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 可以吗 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 一早上大声地来宣告 神的话语 提摩太后书一章 六到十二节 包括线上的 还有我们在新庄 罗东 园会堂的弟兄姐妹 都一起跟我们参加 这一堂崇拜 我们大声地来读 上帝的话 好不好 一备 请 为此我提醒你 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 再如何瞧望起来 因为神赐给我们 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 做见证为耻 也不要以我这为主 被求的为耻 总要按神的能力 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 神救了我们 以圣招招我们 不是按我们的行为 乃是按祂的旨意和恩典 这恩典是万古之先 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但如今 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 才表明出来了 祂已经把死废去 借着福音 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 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 做使徒 做师父 为这缘故 我也受这些苦难 然而我不以为耻 加深一点 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他能保全 我所交付他的 直到那日 Amen 上个礼拜我跟大家一起分享 提摩大后书一章九节说 我们是一群有呼召的人 当神拯救了我们 叫我们来的时候 祂不是只是救我们 救我们 叫我们来 一定有事要我们做 所以当我们被神呼召的时候 我们一定有祂要赋予我们这一生的使命 所以祂用圣招在招我们 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是有呼召 先帮我跟旁边说 我们是有呼召的人 我们是有呼召的人 线上的童工 弟兄姐妹 你们可以留言说 我是有呼召的人 我们都是有呼召的 Amen 当我们有呼召的时候 保罗就说 为此第六节 我提醒你 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 所给你的恩赐 如火再眺望起来 既然我们是有呼召 神给我们恩赐 要我们去完成祂的使命 祂就会用圣灵 上个礼拜我们说 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 做两个重要的工作 第一个 让我们可以得救 然后可以我们宣告耶稣是主 第二件事情 圣灵做的更重要的工作 就是让我们越来越成熟 成为可以承受产业的儿子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 需要的是敏锐圣灵的声音 记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有讲 这个礼拜有许多的弟兄姐妹 还陆续传讯息给我 说他们就开始练习 在灵修的时候放音乐 真的把感动写下来 圣灵就慢慢地在引导他们 开始去敏锐 圣灵要他们做的事情 这就是让我们更加成熟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有呼召的时候 那个火很容易熄灭 所以保罗说 我要为你们祷告 如火再次地眺望起来 而上周我们会停在 不只是停在这一节 我们停在第七节说 所以神赐给我们的 不是胆怯的心 而是刚强 仁爱跟谨守的心 所以因此我们是有呼召 而且圣灵不断地 挑望我们 去完成那个呼召 所以祂会给我们的 不是胆怯的 我再宣告一次 父亲堂弟兄姐妹 我们领受的心 不是胆怯的心 是刚强 刚强是什么 刚强是我们知道 我们的身份 对不对 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身份 所以我们是祂的儿女 有权柄 所以我们可以胜过这个世界 我们可以不被仇敌 给魔鬼留地步 并且耶和华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 我们是刚强的人 而爱是能认出我们 是神的门徒最好的记号 所以圣灵也会帮助我们 挑望那个爱 因为你去爱那些可爱的人 那很简单 对不对 你看这些孩子们 你过年的时候 家里面有家族成员 又多了一个孩子 多一个孙子 我们爱这些可爱的很简单 但最重要的是 圣灵会给我们能力 去爱那些不可爱的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过年 最恐怖的就是 所有亲戚回来的时候 对不对 因为亲戚回来 就是会问一些 非常白目的问题 有男朋友了吗 结婚了吗 为什么还不结呢 年终领多少呢 就这些问题呢 就是每次过年 我们就最不想要去回答的 那这些不可爱的人 圣灵就会在我们里面 给我们力量 因为他有他神圣的呼召给我们 他一定会给我们力量 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 因为我们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才会认出 我们是主的门徒 所以他给我们刚强 也给我们仁爱 而上个礼拜 我们在这里告一个段落 因为他也会给我们 他也会给我们谨守的心 所以今天我就想要从这个谨守的心 继续的跟大家往下谈 谨守的心 其实在英文里面叫 Sound mind Sound mind的意思呢 就是叫做健全的思想 或者健康的思想 我们上周有说 那是在我们心灵深处的一个呼唤 一个声音 那个声音呢 在解经家里面的解读 叫做谨守的心 就是一个健康的思维 在保护我们 那这个谨守的心呢 其实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呢 放在我们里面 一个刚强 能够让我们胜过世界 非常重要的元素 叫做谨守的心 所以你先帮我跟旁边说 你今天会得着谨守的心 先帮我跟旁边讲说 你今天会得着谨守的心 好 我来解释 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 你知道祂是非常非常用心地在造人 因为前几天呢 祂一天里面 可以造所有月亮 星宿 跟这些行星这些 也有一整天呢 造所有的这些动物 对不对 用一天的时间把各式各样 那么几万上亿的物种造出来 但居然祂一天可以造这么多物种 但是用一天的时间 好好的造人 Amen 所以人是祂最精心的设计 人是照他的形象造的 人呢 是祂最用心的计划 所以你是神最特别的创造 好小声喔 Amen 你是神最特别的创造 那神创造的时候呢 祂就不只是照祂的形象 祂也向人吹了一口生命的气息 就是把神的那个灵 吹进在我们里面 所以 你知道祂不只照你 祂还把那个最刚强的那个灵 那个心思意念 放进去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可以看一段经文 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 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 很有意思 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出现了这段经文 说他们两个人眼睛就明亮了 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 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 为自己编做裙子 在创造的这个创世纪里面 记载了这段经文 非常有意思 就是亚当夏娃被创造出来的时候 神特别交代给亚当 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就是你要管理海里的鱼 天空的飞鸟 还有陆地上一切的走兽 你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代表我在这些地上 治理这地 治理这些 所以亚当每一天在做的事情 就是做治理 大家跟我讲说治理 所以神给他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治理 所以你知道 你如果是家庭祖父 神给你一个purpose 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计划 就是治理整个家庭 如果你在工作里面 神今天也会给你一个 治理的力量 让你治理一个公司 神给我们的 就是一个治理的智慧 然后呢 所以他要管理 这边所有的东西 帮这些动物取名字 他所面对到的那些动物 有大有小 当然也有很可爱的小猫小狗 但是你也知道 园中里面也有大老虎 比他高的这种大象 对不对 比他强壮的狮子豹 也都有 所以当神把这个任务 给亚当的时候 他每一天呢 充满的就是神给他的使命 要他去管理 要他去治理 要他去面对这些 大大小小的这些事情 这些猛兽啊 这些很恐怖的动物的时候 注意听喔 他一点从来都没有想过 他居然是赤身露体 你有没有发现 在罪还没有进来之前 亚当是一个 一心一意完成上帝 给他使命的那个人 他每一天在想的 就是怎么样完成上帝 叫他做的治理 所以老虎来了 他就说你叫老虎 好 下一位 对不对 豹来了 他就说豹 然后豹就 跟他吼一下 他说走 对吧 因为他 他就是在做上帝 要他做的事情 他就在完成 神要给他的任务 所以他一点 你看听我里面 是犯罪之后 他才突然间 哎呦 我怎么赤身露体 哎呦 我怎么是这样子 前一阵子呢 我也有一个赤身露体 很实际的经历 就是我在健身房 遇到我的老师 而且是三温暖室 然后我就很纳闷 到底要不要去跟他打招呼 因为我们都赤身露体 好 你知道 人犯罪之后 他才 他才从 我们很重要的 要进来 所以 线上弟兄姐妹 包括分堂 弟兄姐妹听好 人犯罪之后 我们才从 神的呼召 跟要做的 圣召的事情 转向成为 我自己 否则 神本来最精心的计划 是我们满脑子充满了 是他的计划 他的意念 他的呼召 他给我们的能力 Amen 好小声哦 相信了拍手吧 荣耀可以做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在造我们的时候 给了我们圣召 给了我们 这一生 要做什么的意义 是他给了我们的价值 是他给我们生存的目的 是他呼召我们 也是他救我们 回到这个呼召里 当他呼召我们的时候 他一定有任务 使命 意向 要我们管理 要我们治理 要给我们做 但人 就是那种 爱在泥土里打滚的 那种物种 我们忘记了神 向我们吹的那口气 给了我们一个 谨守的心 一个健康的思维 那个思维是 我从来不会分心的 去想别的 有的没有 有没有赤身肉体 那个思维是 我每一天都为着 神给我的呼召而活 今天早上 我要为所有 父亲堂神所爱的百姓 祷告 新的一年 你要领受的 不只是刚强 不只是仁爱 你要领受的 一颗紧守的心 表示 新的一年 你从头到脚 你不再是为你自己 看到软弱的这个自己 赤身肉体的自己而活 不是为了糊口饭而活 不是为了自己 满不满足而活 有没有衣服穿 有没有东西吃而活 我要为你们祝福 你们要领受一个 很特别的 这个礼物 就是在新的一年 农历年前 我们确定一件事 就是我们得着的 不是胆怯 而是刚强仁爱 谨守的心 让我们新的一年 单单的为主而活 大声一点好不好 Amen 你看这个经文 它说赤身肉体代表 代表什么 代表一个活在 没有遮盖 容许自己 暴露在伤害的意念里 我刚有讲过 亚当的这个 神给他的任务 就是治理 神要他去管理 所有飞禽猛兽 甚至比他大只的那些 奇奇怪怪的 甚至有毒的 亚当的形体来讲 从来没有比田间的那些野兽 那些猛兽更强壮 但为什么他还是可以 治理跟管理呢 唯一的保护就是 因为神向他吹了那口气 把上帝的圣招 放进去他的 进去他的里面 所以他整个所思所想 完完整整 没有任何的污染 他就是所思所想 都是思想神的话语 以至于 他的身材没有多强壮 他拥有的没有比别人多 他也不是好像 比那些狮子老虎大象高大 但是他里面有一个 刚强的信念 是因为神 神对他的呼召 在他里面保护他 反观我们 我们现在什么一个风吹草动 我们就吓得半死 每天下午两点的确诊数 就让我们焦虑得不得了 然后呢我们 什么确诊足迹 什么那些东西 怕死了 我们每一天 为着我们吃什么 穿什么 为着我们面对什么 为着我们所看见的这个环境 我们居然容许 那个胆怯恐惧 然后忧虑 无意义的那种思维 充满在我们的心思里面 却忘记了 其实我们是一群 有呼召 有圣召的人 而且应该是 充满的是上帝的话语 在我们里面 我们才能够战胜 这些田中的野兽 所以 在这个心的一年 我真的巴不得 我们领受的 那个谨守的心 就是让我们的心思意念 完完全全 占满的不是我的罪 不是罪带来的那些 自我膨胀 自我中心的那种想法 而是 等下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 你说主啊 让我完全的占满你 占满你对我的心意 占满你对我的呼召 占满你对我 所有你 你这一生 要我完成的使命 让我完全的被你占满 愿意的拍手吧 荣耀给你找吧 阿们 亚当之所以 赤身楼体 不觉得羞愧的原因 是因为 在他的里面 没有自卑感 因为他完全被神的话占满 在他里面 没有无能感 因为他 他知道 他的呼召 他在做什么 在他里面 丝毫没有任何的惧怕 担忧 恐惧 没有这种东西 从来也不知道 这个是叫什么 惧怕怎么写 害怕怎么 他不知道 所以他才会因为 罪之后 他突然间才发现 所有这些 我怎么 在他的里面 当他把神的话 站满他的手 你知道他是 没有 没有这种 自卑感 没有无能感 没有那种 害怕的感觉 因为他知道 呼召他的是谁 他知道 他要做什么事情 Amen 前几天 因为我 我整周都在 外面讲道 所以我进来办公室的时间 比较少 然后呢 那我就 匆匆地回来 因为我在听过文化 讲信息 然后就 匆匆回来 回来就短短时间 把一些事处理 我要冲出去 这样 然后呢 这个 我们的荣升传道 负责我们的装备部 他就 他就冲进来 我办公室 然后拿着他的 那个公文夹 就说要我签名 那我就说 好好好 来来 什么事 他很紧张 他说 子群牧师 你知道荣升 讲话就 子群牧师 很激动 我就说怎么了 我想说 到底什么事情 那么严重 没有 突然看到你进来 赶快跟你报告一下 你知道他跟我报告什么 他说子群牧师 这个我有一笔款项 要你签是这样子 因为呢 我们今年 居然有 居然有 比去年 或任何往年 多出 两三百个人 一起 每一天 读十章圣经 所以 他说 因为我们不是 读完四个月的话 有一个汉来的 海港的 那个 你们都是为了 这个读的 是不是这样 好 就我们四个月之后 有那个券 但是我们 每一个月读完 就是你那个小卡 交回来 他还会给你一个礼物 这样 然后他说 因为这次人数 爆多 好 所以呢 那个礼物的 那个费 预算 就会提高很多 他就说 所以要我多签字 因为他要去买 那我说 你要买什么 我先让你们 预告 所以你如果一月 还没读完的 这两天 就这两天 一月你如果读完 我们会送 那个全家的 那个礼券 每个人读完 会拿到 全家的一百块礼券 是可以在便利商店 买东西的 你们好像 没有很高兴的感觉 我们的教会 好难取悦 我昨天在青年讲 我讲到全家 礼券 券都还没讲完 全场青年 今天在主日 这些 你们这些老人家 前面 大家 怎么了吗 这个感觉 我们也是很 很努力累了 一百块也很好用 买两杯咖啡不得了 反正他就是冲进来 跟我讲说 我们预算 他们装备部预算 没有编那么多 我就说容生 没关系 不要紧张 你就去 去 你好好地推动这个读经 那其他事情我来想办法 我告诉你 我们这种钱花下去 做牧者的做梦都会笑 因为你想想看 哪一个教会有 几乎五分之四的弟兄姐妹 一起 每一天读十章圣经 昼夜思想神的话 我们一定不会有这种 自卑感 无能感 有时间忧虑 因为我们多的时间 都拿去补圣经了 拍手吧 荣耀亏给主好不好 当我们的心思意念 被上帝的呼召 跟他的圣招赞满 当我们的心思意念 像亚当当时候 被创造出来的时候 所赋予他的使命任务 跟他的呼召 被这个赞满的时候 告诉你 狮子老虎 疫情 孩子怎么样 经济什么问题 在你前面 就算像洪水猛兽 这样子要攻击你 你都不会害怕 因为你昼夜思想 耶和华的话语 你谨守遵行他的话 他告诉你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我必与你同在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要为你宣告这件事情 尤其在过年前 你要向上帝祷告说 主啊 让我的里面 站满的不是那些 忧虑的事 烦恼的事 那些看自己 这个缺 那个缺的 这种问题 主啊 好不好 让我的心思意念 完全被你的圣招 所充满 让我每一天 知道我为什么而活 让我每一天知道 我所占满我的 心思意念的 就是只有你的呼召 可以占满我 好叫我面对任何挑战的时候 我是刚强 有能力 而且不惧怕的 相信了 派手把荣耀归给他 好不好 哈利路亚 Amen 所以我们回到一章九节 你才会完全读懂 他说这个圣招 是从万古之先 救给我们 有没有看到 万古之先 也就是 当他创造亚当的那一刻 他都已经想好 我的百姓 能够保护他的 不是他强壮的体魄 我的百姓 能够保护他 胜过这些困难问题 猛兽的 不是我们 外在的这些地位 名望跟金钱 我的百姓 能够保护他的 是在万古之先 我所预备好的那个圣招 那个圣招 每一天提醒我们 为什么而活的 那个意念 让我们遇到困难 也一无所居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 常常忘记这个圣招 保罗才说 你们需要 不断地用圣灵 重新的如火 再点燃起来 再眺望起来 所以每一次 我们来这里聚会 每一次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就是再一次 眺望我们心中 那个神呼召我们的 那个声音 那个sound mind 那颗谨守的心 好叫我们的里面 不会被这些 每一天发生 那些奇奇怪怪的事 就这么牵着走 今天有人顺着我 我们高兴 明天有人不顺着我 我们就难过 今天这个股票怎么样 我们的心思 就这样子上啊下 今天疫情怎么样 我们就这样被他拖着走 每一天这些囚犯 那老苦 全部充斥在我们里面 好不好 在过年前我们说 No 这些都不要进来 让我每一天 进来的是什么 是大量有上帝的话语 是大量的 让我如火眺望起来 在这个呼召里面而活 让我知道 我的里面 到底充满的 不是这些恐惧的东西 你看我们现在不要说 狮子老虎 走到我们前面 像亚当这样子 很淡定的说下一位 我们连 我们连蟑螂我们都怕死了 很多的时候 我们就是因为 我们里面充满了这些 胆怯 但今天我们祷告主主啊 让我们充满的是 你的刚强 你的爱 还有那颗 谨守的心 所以再次把 这个PPT写下来 到底我们有什么 别人没有 就是第一 就是第一 因着认识自己身份 而有的刚强 第二 因着彼此相爱 尤其是在圣灵里面 给我们一个爱人的力量 让我们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 而第三 就是一个保守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持续地 被上帝的意念 被属天的思维 所占满 以至于呢 我们活着就不是 一个胆怯的人 我们活出的是 上帝对我们荣耀的呼召 Amen 我要祝福你们 我祝福你们 每一个 在新春的期间 就我们回去遇到家人 跟家人在一起 让人可以看出来 我们的里面有一些 别人没有的东西 每一天都有很多的事情 会搅扰你 我今天早上一张开眼睛 收到一些简讯 哇 也是很多 这些突发的状况 其实他们就是 就是像每天走到 亚当眼前的那些 豹啊 熊啊 这些猛兽啊 但当这些困难 这些赖的讯息 你收到的时候 你能够胜过他们的 关键 不是你有多大的气势 不是你有多高的官威 也不是你有多强的能力 而是你的心平静安稳 好像断过奶的孩子 在母亲的手中 因为你的 你的 你的警守的心已经被保护 完全占满你的 不会是这些东西 不会是恐惧 愁烦 忧虑 而是你知道 你的护照 让上帝 对你的意念 对你的计划 完全地拥有你 再次拍一张 我荣耀归给他 敬拜团可以上来 我要讲最后 所以第十节到十二节 才会这样子说 我一节一节这样解 你就发现神的话 原来这么有亮光 所以第十节到十二节说 如今 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 才表明出来 他已经把死废去了 接着福音 将不能坏的生命 彰显出来 我为这福音 奉派做传道 做使徒 做师父 为这个缘故 我也受这些苦难 然而 我不以为止 因为知道 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他能保全 我所交付他的 直到那日 你前面 我们刚刚这样解完 你就一点也不意外 保罗会这样讲 因为他完全知道 他是被什么呼召的 他说 我就是被这个福音呼召 所以当我的心思意念 占满了耶稣基督的 这个传福音的心智 就像我们刚刚听到 宣教师的分享 疫情这么严重 战乱这么严重 当地这么危险 你们的工作这么好 你们为什么要去 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疑问 但是这些疑问 一放在那个呼召里 完全就解答了 保罗说 我就是为这个 神给我的圣召而活 为这个福音而活 所以就算受这些苦难 我当然不以为耻 我怎么会在意 狮子老虎这些都不在意 我怎么会被这些东西影响 我就是为了福音 再往前跑 我就是为了神 给我这个呼召 往前跑 那到底还有什么能够影响 所以他拍着胸脯说 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 有没有看到深信这两个字 有些人信 但今天我们祷告主 主要我不只信 我还要深信 我不要只是知道 我有一位很厉害的神 我深信 祂会保全我 一直到那日 你信什么 你就活在什么样的生活中 我告诉你 你如果信别的人要害你 你每一天都在害怕 你如果信别人要整你 你每一天那个简讯 你都每个字都在那边计较 因为那些字是不是 他这个讲 为什么这个意思 你如果信 你是一个受害者 我告诉你 你连夜饭都吃得不开心 因为每一个人讲的每一句话 你都很敏感 你信什么 你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我给你看 你如果相信网路的那些假消息 你就每天活在恐惧里吧 你如果相信名牌潮流 可以救你 可以让你变成什么样的人 你每一天就活在比较中 你如果相信占卜 相信算命 相信星座 那你就会活在担忧的里面 但保罗说 我最刚强的保护 就是那个谨守的心 我要让我的意念里面 深信我所信的是谁 而且我也深信 他会保全我 不只是2021保全 他会保全我2022 不只2022 他会保全我2023 我相信我信的是谁 所以我知道 我就算为这些事情受一些苦难 我也不以为此 听好 我接下来讲的有点刺激 但是我觉得 我们也应该要 应该要这样子想 就算我们 确诊 我们也应该深信 我们所信的是谁 而且我们也相信 他会保全我们 直到那日 这就是我想 对父亲老弟兄姐妹所说的 有什么东西 会影响我们 大过我们所信的 是患难吗 是逼迫吗 是刺身肉体吗 是刀剑吗 是COVID吗 是别人对你的评语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父亲囊弟兄姐妹 神已经给了我们 比任何东西 更强大的保护 就是祂的意念 向我们吹起 今天我祷告主 祂要向你吹起 让你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占满了祂的花 占满了祂对你的呼召 占满对福音的那个价值 跟使命 说主啊 我就算是家庭主妇 我也是被福音呼召的那个家庭主妇 我要相信你的福音要带到我的全家里面 我就算是公司的职员 主我相信 我深信我信的是谁 所以我工作会遇到很多暗杂的事情 很多愁烦的事 但那都不会动摇我的相信 因为我知道我是会福音而进去的 我知道你拆派我在那个工作 一定有你从万古之先 就呼召我的那个圣招理 如果你是老师 如果你是记者 如果你是工程师 如果你是金融业的银行家 各行各业 我要为你祝福 奉主的名 向你的生命新的一年吹气 吹入祂对你的呼召和意念 吹入祂最深对你的心意 让每一天叫醒你的 不是闹钟 不是那些 那些奇奇怪怪的赖讯息 每天叫醒你的是上帝 从万古之先对你荣耀的计划 每一天为耶稣荣耀的计划而活 拍手把荣耀给给祂好不好 我说亲爱的父亲当中姐妹 为这个缘故 我们受任何的苦难都不以为止 十二节说 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我也深信 祂会保全我们 一直到那日 也就是说 有一天我们会见到祂 祂会问我们 祂不会问说存款多少 台积电现在买了几张 祂不会问这些 祂只会问你 我给你的呼召 也完成了吗 如果祂会问这个问题 我鼓励你每一天 就为这件事而活 难怪保罗说 我就只有这件事 记不记得他说 我就只有这件事 我们很喜欢他下一句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指导 但我们忘记了 什么叫谨守的心 就是专注在上帝给你的呼召上 谨守的心 就是专注在上帝给你的呼召 你才可以忘记背后 你才可以努力向前 向着标杆来指导 为要得着 那上头来 招我得着的奖赏 祝福每个父亲上的弟兄姐妹 今天好不好 领受那颗谨守的心在你的里面 行了一年 你就大声的宣告 我不为别的活 我就为耶稣活 为耶稣对我的呼召而活 当我为呼召而活的时候 第一 我知道我就有能力胜过这个世界 第二 我是可以不给魔鬼留地步的 而第三 有耶和华帮助我 人能把我怎么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 每一个父亲上的弟兄姐妹 因着他的呼召 对永恒里面对你神圣的呼召 就算这些洪水猛兽在你的前头 就算你生命当中所经历的那些困难 大过你的压力问题 但我都知道 这些东西能够保护你的 不是你有多强壮 不是因为你有多少资源 能够保护你的 就是上帝在你里面的那个 谨守的心 刚强健康的意念 让你可以胜过这个世界 相信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他 看到吧 最后我让你看 我们这一月整个月的信息 从一月第一周 我跟你们分享 科技越进步 人类越幸福的那篇信息 最主要的就是 要我们虚心的学习 记不记得虚心 就是灵里面越贫穷 越需要虚心的来到他的面前 住在他的里面 我记得那天聚会 我们全场跪在这里 我跟主说 主啊 除了你我什么都不要 让你在我里面可以更多 第二周是写从牧师 第三周也就是上一周 跟你们分享的 是这一篇的前一篇 就是让我们学习敏锐 敏锐圣灵的声音 让他做我们的引导 好叫我们天天的 被圣灵提醒 成为一个成熟的儿子 而今天小年夜 跟你分享的就是 好不好让我们学习专注 保守我们的心 在他的福音呼召使命里 让我们不为别的活 只为耶稣基督而活 这个万古之先 放在我们里面的福音而活 好叫我们生命当中 任何的起起伏伏 都不会影响我们 因为我们里面有别人没有的东西 就是刚强 仁爱和谨守的心 愿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 两个好 那么大声一 tout 大声一口 荷承主 从会上站起来 我们一起来敬拜 我们从头来唱 传绝 站鼻子 心心事面前 你双手离我 走出狂野 看见你为我所预备 光潮在黑暗里 试炼上孩子都过去 来 宣告 你话语如今 念进我心 肉上加肉依你胜利 父亲答案 我要贴近 贴近你心跳的声音 思绪如你 步伐如你 更靠近你 步伐如你 我处想你 浩盛的声音 我要留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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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住对我的心 我希望荣耀如你 顺知如你 这是我们的祷告 幸福 耶稣 我全属于你 再一次 信了一点 跟他说我要贴近 我要贴近你 贴近你心跳的声音 思绪如你 无法如你 更靠近你 我住 我住 想你 共生的声音 我要留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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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出来 你记住对我的心 荣耀如你 圣剑的意义 基督 耶稣 我全属于你 来寻找我心 我心 和你 任何无心 推大 可以 踏 waren 健康 Ums 自己 我心難難不去 心愛你的生命 永恆在你手裡 我放下自己 開神禱告 你可以按手在你的頭上面 你說 主啊 讓我今年 今年整個思想被你佔滿 讓我的心思意念 完全只有你 佔滿你的話語 佔滿你對我的呼喚 讓我們為福音而活 讓單子為你 為了開口祷告 為你自己來祷告 讓單子為你 要有上那個專注 你說那個緊守的心 不要分心 弟兄姐妹不要分心 祝福你 祝福你的零售 零售 只要你的心 你要真的地消除 祝福你的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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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覺在線上 或者在實體這邊 有一些弟兄姐妹 你的思想裡面 有很多很多那種 很多那種毀滅的念頭 而且很負面 但是以前 你就只是用一些意志力 去壓抑它 或者是那些恐懼的念頭 常常會來 但是你就用你的意志力 去壓抑它 今天早晨 我要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捆綁這些念頭離開你 而且我要為你禱告 現在佔滿你的 不是這些念頭 你要知道 從今天 從此時開始 那個萬古之仙的聖招 為福音而活的聖招 要充滿你 阿妹 弟兄姐妹 你的思想裡面 應該要佔滿的 不是那些憂慮 仇煩 負面 毀滅的念頭 我要奉主人民宣告 聽好 現在要佔滿你的 是神對你的心 不是別人對你的話 是神對你的意念 現在 開口禱告 讓神的意念保護你 讓神的話充滿你 讓神的話充滿你 現在 現在 那些念頭 那些不屬於神的信念 離開 放耶穌的名 離開 放耶穌的名 離開 離開 放耶穌的名 離開 放耶穌的名 離開 放耶穌的名 離開 降aver 好像你的百姓 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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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搭 phones 降低 我心 攀乾枯地 緊排你 跟隨你 永恆 在你手裡 你еч無法 在你手上 保留下自己 我一二天 来 唱出来 贴近你心跳的声音 此时不一无法留你 仍靠近你 我主 求你 偶像的声音 我要留守 我要留守 你起初对于我的心意 我心渴望荣耀如你 圣洁如你 我心渴望荣耀如你 圣洁如你 基督 耶稣 我却属于你 佣搜悬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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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ry the power whichimat is announced and shall都 全然献给你 主连进我的手 主连进我的心 我无论何往的灵魂 一起来唱这是我的手 这是我的手 主连进我的心 我完全向抚你 我全然献给你 主连进我的手 主连进我的心 我无论何往的灵魂 随你 这一次 先上自己 这是我的手 为福音而活 主连进我的心 单单的为它活 我们去相互你 我全然献给你 主连进我的手 主连进我的心 我无论何往的灵魂 随你等随你 说我对这事 难道是你 你愿不愿意 为我去 是你的手 这是我的手 我愿意 愿意 我愿意 你 我愿意 你 afircao 你说我对这事 太游戏 你 你 我愿意 不信到 也 不愿意 你 不信到 不舍 我愿意点心 躲在这里 我愿意 我愿意 主 这是我的心 主 这是我的心 我愿意伤不义 我愿意 主 领寂我的手 主 领寂我的心 我不能否忘记得跟随意 还没有音乐 你们唱 主 这是我的手 主 这是我的心 我完全想赴你 我确认先给你 主 领寂我的手 主 领寂我的心 我不能否忘记得跟随意 我愿意伤不义 我愿意伤不义